作者 按摩师 眼波 麦小布 肖天忆 第2063集 魔杀帝尊 你力气拦住他 我要让他知道 洗刷我的后果 血章帝尊低沉咆哮了 眼眸中有了血光 自从拥有困天魔枪之后 他心中力气越来越强 平常还可以控制 可一旦是被引爆 那就完全发狂 而暴怒狂暴的他 也将是最可怕的 魔杀帝尊也冷漠地 看着远处秦晨的神医 当借一回手 都得叫 密密麻麻 足足亿万枚 黑色沙子一般的长河出现 这些黑色沙子组成的长河 竟然是一枚枚的鳞片 魔杀帝尊 是海魔杀所唤的 而鲨鱼的名称德莱 就是因为他们鳞片 就跟沙子一样 极其的细微锋利 而他施展出黑沙长河 乃是他退落下来的 黑色鳞片所形成 浩瀚的黑色鳞甲长河 朝着秦晨迅速的戏剧而来 他可不仅仅是灵魂攻击可怕 宝器攻击同样强 只见浩瀚的长河 披天盖地地笼罩向了秦晨 不好 飞速逃窜的秦晨 看着后面密密麻麻的 一万黑影 未来就知道不明 这些黑沙长河 蕴含着可怕的尊者气息 其中隐隐的威压 甚至蕴含了天尊级别的气息 真能戒合 秦晨当即撑起了双翼 散发着混沌气息的双翼 疯狂地变大 无数的真龙剑气 从他的身上击射出 同样地化作一道剑气长河 抵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轰的一声 真龙剑河和黑沙长河迅速地崩溃 顿时爆发出了惊天的轰 这些黑色沙粒几乎是无处 从各个角度刺向了秦晨的身体 这些黑沙看似渺小 但是一粒粒的却如同是一柄柄的匕首一般 每一粒沙粒的林甲都带着如星辰般可怕的冲击 狠狠地撞击在了秦晨的身上 轰隆地上 秦晨被轰得翻飞出去 那剑气长河铿锵作响 一浩瀚一幽暗的两道长河疯狂的风筹 背着黑沙长河一阻拦 秦晨的速度却是锐见 后面追着的谋杀帝尊血章帝尊则是在逼近 两个可恶的家伙还在追 我浩天神甲在身 他们两个以为能奈何得了我 之前不过是想要感受一下 这等接近半步天尊强者的威能 因此故意装作灵魂受到影响 否则神以为能攻击到我吗 还施展着林甲长河阻拦我 哼 若是我催动虚射护腕 引动赤煞剑戒和无尽煞气的威力 结合混沌真龙气 可比这家伙的黑色沙盒攻击强度了 秦晨头颅朝着后方冷漠地看了一眼 他根本就没将血章帝尊 磨煞帝尊当成威胁 虽说自己还不曾突破帝尊境界 攻击并不算逆天 可凭借着浩天神甲和真龙族强大的肉身 完全可以让磨煞帝尊 血章帝尊两个绝望 之前仅仅是想要感受一下半步天尊的威能罢了 既然感受过了 自然就得走人 不管怎么样 都得甩掉他们两个 否则被他们困住 一旦有天尊感到 那我就麻烦了 不过想要甩掉他们 怕是先得给他们两个一个狠狠的教训才能 呼的一声 金城忽然低吼了一声 红龙的一声 背后的双翼竟然是猛然地收了起来 化作了一头真龙虚影冲天 真龙是没有双翼的 有双翼的那是妖龙 真龙想要施展出最强攻击 自然是要恢复自身的真龙形态 轰隆的一声 金城所化的真龙不再逃窜 竟然是一个转身 冰冷的双眸盯着谋杀帝尊和血章帝尊 轰隆隆的冲向了两个人 这顿时令得血章帝尊大喜 当即吼道 愚蠢的真龙族人 竟然找死 我自然要满足你的愿望 轰了一下 燃烧尊者之力下的血章帝尊 直接迎向了秦臣 通天 秦臣挥动力爪 轰的一声 力爪之上混沌气息涌动 如同天柱一般的 朝着后方的血章帝尊 抓涉而来 血章帝尊双眸之中 蒙出了一层血光 手中整个困天魔腔 都是有一层血光蒙着 完全进入最疯狂的境地 呼呼呼 他的身体中 一根根触手弥漫出来 铺天盖地冲向了秦臣 仿佛两颗星球的碰撞 轰隆的一声 虚空震动 只见秦臣咆哮着那锋利的力爪 一次又一次地抓涉 血章帝尊 则是一次又一次地闪躲 同时疯狂地刺出手中的长枪 他刺出长枪的手法很是诡异 一次比一次更快 尊者气息也变得越来越强 那长枪的威能 也在不断地爆炸 扑扑扑扑 瞬间厮杀上了上千招 血章帝尊当先是暴退开去 他眼眸中的血光已经消散了 没有了之前的暴虐 有的反而是震惊 怎么回事 学长 你的困天魔枪 破天神通都没用吗 魔杀帝尊飞来 你的破天神通运用的 乃是这困天魔枪中约寒的特殊天尊秘法 去催动的 并且会燃烧你的尊者本源 这么多枪下去 不说连我这等半部天尊级别的枪者都扛不住 竟然是没能杀死这小子吧 这上千招一步 血章帝尊疯狂地催动自己的身体中的本源 每一次出手本源都会消耗一部分 这么多招下来 他的本源燃烧就足以能够有百分之几了 身上的气息已经损耗了许多了 这 这 血章帝尊眼眸中满是惊动 不可能 不可能啊 我 我消耗了足足百分之五的子这么远了 足以斩杀所有巅峰帝尊强者 可是 这 这 这龙族人的气息竟然没减弱 这 魔杀帝尊 血章帝尊 都是惊怒地看着远处的秦辰 秦辰冰冷地看了他俩一眼 同时 发出了一声冷哼 同时 那浩浩荡荡的混沌剑气长河 猛然地席卷开来 与此同时 秦辰身体中 一道道可怕的魔杀涌动了出来 和那魔杀帝尊施展出来的黑沙长河 极其的类似 但是 却是 却是比对方施展出来的黑色长河强了何止数倍 浩瀚磨砂席卷 瞬间 笼罩这方天地 一时间 磨砂帝尊 血章帝尊 完全落在了气中 他俩都是面色大变 这 这是 魔灵之杀 滚滚的魔灵之杀 瞬间 就朝着这魔杀帝尊和血章帝尊 席卷而来 不好 快退 魔杀帝尊和血章帝尊疯狂地后退 那魔杀帝尊手中瞬间出现了黑色沙力长河 浩瀚的长河急忙是抵挡住了自己的身前 而血章帝尊的身上 也是抱涌出了道道可怕的血色触手 这些触手每一根都能通天彻地 散发出令人心计的气息 阻拦在了自己的身前 魔灵之杀凝聚成长鞭 朝着魔杀帝尊和血章帝尊疯狂地抽落下来 这魔灵之杀中 蕴含着可怕的魔族气息 不断地渗入两人体内 换天魔枪 血章帝尊怒吼一声 手中长枪之上 璀璨的血光绽放出来 对着秦辰所在就是疯狂的一枪刺冲 轰隆的一声 血光凝聚成了一道通天的柱子 直接降临 刺向了秦辰 秦辰冷哼一声 身体之中 万星珠和浩天鼓瞬间催动 咚的一声 就听到一道惊天的鼓声响扯 秦辰骤然发现 浩天鼓和自己身上的浩天神甲 竟然是有某一种联系 虽然不是和虚神护腕一般 完全属于浩天神甲那种 但是两者之间的确是有着某一种隐秘的联系 东一声 浩天鼓震动 不吃地声 无形的力量席卷出去 血章帝尊和魔杀帝尊变色 齐齐地吐出了一口歇血 该死 摩煞帝尊和血章帝尊惊怒万分 再也顾不得追杀秦辰 两个人体内的本源之力疯狂地抱拥 直接是冲出了秦辰的束缚 燃烧本源 瞬间逃离这里 两个家伙的确是有些能耐 秦辰目光冰了 看着摩煞帝尊和血章帝尊离去的身影 眼神之中流露出了寒意 不过他并未去追杀两人 谋杀帝尊和血章帝尊的实力 非同小可 都是比冤魂帝尊还要可怕不少的强者 想要击杀他们两个 难度不小 关键是 在这里 万界魔术等底牌根本不能施展 与些浪费时间 不如赶紧离开 搜地声 秦辰的身形一晃 身躯骤然化作了一道光 迅速地离开了这里 当务之急 那是赶紧离开 隐藏起来 摩煞帝尊和血章帝尊 没拦住这家伙 远处 之前还紧追着秦辰的诸多万族尊者 都是瞪大了双眼 流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秦辰的强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料 一时之间 他们竟然是不敢继续追踪上去 去找秦辰的麻烦 万族战场之上 摩煞帝尊和血章帝尊看着离去的秦辰 彼此对视 眼眸之中有着惊骇和郑重 此次的确有些能耐 难怪能在万象神葬中斩杀那么多的强者 连冤魂帝尊他们都死在他的手中 血章帝尊眼神冰冷 低沉道 此人的防御怕是比我等指强不弱 现在怎么办 摩煞帝尊寒声地看着血章帝尊 若是让容颜天尊知晓 我们和他交过手 还给他跑了 怕是麻烦大了 两位强者相识了一眼 麻烦大了 他们只知道秦辰在万象神葬中 斩杀了冤魂帝尊等人 却是万万没想到 秦辰竟然是如此可怕 不惧困天魔腔的肉身 顶级的灵魂防御 还有魔灵之杀等宝物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 足以让他们这些半步天尊都绝望 我们是没办法了 摩煞帝尊寒声道 以我们两个的实力 那小子足以伤到我们 若是靠得近了 我等都有危险 不过当务之急 是不能让他逃走 否则这么多人看到我们动手 若是让容颜天尊知晓 你我都难逃走法 嗡的一声 而就在此时 血章帝尊的身上传讯玉剑 猛然的亮了 他迅速地拿出玉剑 仔细地一查看 脸色顿时变了 怎么了 魔煞帝尊看了过来 容颜天尊大人马上就到了 耽误之急 必须盯紧的真龙族家伙 绝不能让他跑了 轰的一声 血章帝尊话音落下 当即暴略而去 朝着秦晨消失所在 迅速飞略而去 讯息之中 容颜天尊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而魔族乃宇宙最顶级的实力之一 要布置一个局 又有几个能逃出 万族战场 原始兴的一片广袤古老森林之中 秦晨潜伏其中 那眼眸中有一丝忧虑 怎么办 原先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 之前秦晨在知晓万族 都在追杀自己的时候 当即决定逃跑 当时他的计划是逃离这片区域 远远地离开万族战场 可是 血章帝尊等人的出现 让秦晨瞬间清醒过来 想要逃离哲离 这样的计划完全是行不通了 万族战场虽然是近期辽阔的 但是 若是魔族 人族 妖族等势力 都是第一时间赶来 自己无论是往哪个方向逃跑 都有危险 反而像是之前那样 与血章帝尊和魔杀帝尊他们迎头碰上了 这一次还好 秦晨碰到的还只是血章帝尊他们 若下次遇到一个天尊 那就彻底完蛋了 因此 刚刚和血章帝尊 魔杀帝尊一次交战之后 却让秦晨立刻改变了计划 他们俩都飞到我这边来找我了 显然 各族的动作会非常快 估计 魔族他们第一时间就已经开始了布置 秦晨喊道 从血章帝尊 魔杀帝尊 和自己交战的 就能够判定 魔族布局 那是很早 恐怕现在魔族的天尊 已经是敢往这边来了 而星神宫和其他种族的情报 也不会比这魔族差太多了 秦晨心中发寒 这么看来 自己现在 怕是已经被很多的顶级高手给盯上了 我现在往这片区域的外界跑 注定是送死的行为 纯粹是找罪手 万族战场虽然浩瀚 但是强者更是众多 各族定然是从各自的营地赶过来 足以将这里封锁的水泄不同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秦晨心中思索 朝外界跑 危险 躲在这片区域 也危险 以天尊智能和万族的手段 怕是能将这里翻给抵朝天 就算是我躲得再掩饰 也会被找出来的 除非 我能突破地尊境界 秦晨的目光 绽放寒光 他已经是了解到了自己和天尊强者之间的差距 凭借自己现在的能力 想要躲过天尊的追杀 难度极高 关键是 秦晨不知道现在万族派出了多少强者先来 若是各族盯上了自己 那么恐怕到来的天尊高手都不止一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